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我们星期六的一个建会单胶赛 建会单胶赛的话 观战帆的话是我们现在全服单胶赛积分最高的一个魔帆寸啊 玻璃幕的一个魔帆寸 20多万的一个号 对面的话是我们变连城地玩家族的一个福战的一个魔帆寸 对面的号的话肯定是要比观战帆的号要贵很多的呀 贵多少的话对面三四百来万的号 所以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啊 这把比赛的话 魔帆寸有一个输出的一个一速啊 对面是一个二手 魔帆寸的话应该要走分身了 我觉得下一回要走分身 对面魔帆寸 下一回要请留情 观战帆走分身 就炮哥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好吧 百分之百要走分身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帆走不走分身 OK 不走分身 判断失误 对面中无魂 对面没有戴七宝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魔帆寸为什么要分身呢 分身一方面可以抵挡伤害 第二个方面的话分身之后翻寸伤害高啊 就说一说的话应该会高个20%左右啊 就说一说的话我玩牛 魔帆寸就喜欢请留情 玩魔帆寸就必须要分身 OK 这边的话也是没有分身 对吧 兄弟们注意一下对面的话拍了一个板砖拍了7700 伤害也高啊 就关战帆两回合清掉对面一个宝宝 对面只需要一回合 OK 那下一回合的话 两边怎么说对面应该要出一个电魂伞嘛 对吧 观战帆出了一个伞线 对面出了一个没有出电魂伞 那对面的话少一个缝隙宝宝 观战帆的话宝宝有优势一些 三线之后的话接了一手利劈 利劈为什么不劈对面人呢 请一三叠 观战帆可能是觉得对面后面出来的这个宝宝比较有威胁啊 请牛镜了 请牛镜那你下一把也取秒不了啊 你下一把得出个配数啊 产生的年轻绝的宝宝都没有啊 观战帆那这边有电魂伞可以驱 要驱对面的一个牛镜 这把PK感觉地盘解踪 全程还没有进入状态啊 观战帆两个 有套路啊 两个电魂伞啊 OK 对面的话也不驱啊 直接换顺法要冲 对吧 要把这边杀人利劈给清掉 那下回合的话对面的话可以骑死人啊 下回合对面出不了宝宝 观战帆三个法帆大胜 OK 对面法 对面全魔的法系啊 观战帆模 魔帆村看见没有 电不太动的呀 哎 其实不要看观战帆现在这个时候宝宝多啊 其实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三个宝宝都没有攻击能力啊 对面的话法术反育也高 这边出了一个隐功 天啊 天啊 哎哟 哎哟 这D丸杰总啊 D丸杰总打PK就是太不爱出宝宝了 他总觉得自己伤害很高 那这隐功 明映隐功这么花花脸刀你能顶得住啊 啊 一刀1600没有挂虽假刃 赶紧出宝宝啊 哎哟 对面还出攻宝宝 他这个攻宝是高年高币家 你总两家是血追击的 这能出手吗 还不去血宝宝 怎么投这么铁啊 不要叫D丸杰总 叫铁头葫芦娃好了 出销就沾了 起牛镜 哎 观战翻三个电魂伞 你还要起牛镜啊 大哥 那这一把PK要输啊 把20万的一个号 再次战胜对面一个大几百万的号 对吧 观战翻三个这种电魂伞的宝把对面什么呢 投上这个环天 这个环圈啊 油镜啊 一股脑全都去了呀 其实对面就安心出费 出现的齐拉跟观战翻对 对鸟就行了 因为观战翻都是血宝宝啊 对不对 打不过了 现在人倒地之后的话 打不过了 一把点 那没了 那要翘了 兄弟 平坎 触发凝终鸟 你看那没了 思义回合 输了 兄弟 以前我觉得D丸杰总的话 有能力跟天总争夺一下 天下第一啊 现在的话看起来 也不太行 真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